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,得知张飞死讯,刘备轻声说了四个字,此时诸葛亮才看清他的真面目,三国时期,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刘备,关于张飞三兄弟的传奇故事,他们从韩威出身,经历波折,终于并肩成亡,一时间红馄饨泰山进入眼,宇宙一密封,然而,刘备对二人的死却态度不一,这一细节背后隐藏的内涵,至今仍是一个谜,西元184年,在河南勉治县边陲小镇, 有一个叫刘备的青年,今年二十岁,他是东汉末年名门望族中山晋王刘胜的后裔,可惜好景不长,家道中落,刘备的父亲早早的去世,他只能靠着将织鸡抬来抬去为之生计,刘备生得梧桐树挺,虎背熊腰,相貌看似普通,但两眼有神,透着不凡的气质,村里人都说,这个刘备真是非常人扬,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,每每听见这番话,刘备心中就涌起一阵不平静的澎湃,他的志向远不止于此,他要振兴家业, 重现刘氏荣光,这一年,刘备遇见了后来的结义兄弟张飞,关玉,张飞本是个卖酒的屠夫,个头高大,个性直爽豪迈,有一次,刘备路过张飞的村子,两人一见如故,言谈甚欢,原来,张飞也有着同样的理想,想要心腹汉事,还与救都,好一个标形大汉,我与他联手,是必成,刘备暗暗欣喜,后来,刘备还认识了当地小官关玉,关玉因遭整肃而离乡背景,这时正藏匿在张飞殿中, 三人一开集合,结为异性兄弟,当晚,三人来到张飞后院的桃园,在皎洁的月光下,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事实一事,只见刘备手持杯酒,向天地寄告,愿得跨马仗剑,扫平四方异性,还我汉家河山,我等愿追随大哥,共创大业。 张飞、关羽一举被高呼,自此,刘、关、张三人正式结为兄弟,刘备为长兄,关羽为二哥,张飞为三民,他们约定,今后生死与共,同甘共苦。 这桃园三兄弟的盟事,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传为佳话,村里的老人们感慨地说,能结伴做大事,这是三生有幸啊。 结役之后,刘备便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,起初只有几十人,但很快就发展到几百人。 在许多战役中,张飞和关羽都为刘备立下赫赫赫斩功,尤其是在与吕布的战斗中,关羽和张飞屡自立功,受到刘备的嘉奖。 二百年,刘备被推举为徐州牧,真正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,在此期间,刘备多次向诸葛亮发出邀请,三股毛鲁使的人才,有了某主诸葛亮辅佐,刘备的事业蒸蒸日盛。 二百零二年的关渡之战,可以说是刘官张立下汉马功劳之作,此战苦战七昼夜,张飞舍身断掉曹操的后路,关羽灌手斩将炎梁,为刘备军立下赫赫斩功。 在两位猛将的助攻下,刘备终于大败曹操,声名大振。 二百一十四年,刘备夺取一州,完成了从寒门小族到帝王之路,诸葛亮更为刘备加冕汉中王,正式宣告汉室的继承人已经出现。 在这些年的征伐中,刘备深深体会到张飞,关羽对她的重要性,二人为刘备出生入死,立下汉马功劳。 刘备也对他们关爱有加,常常以兄友善待,并给予重用。 两二好景不长,二百二十一年,刘备的两位兄弟相继离世,刘备的痛苦和反应大不相同。 那一年,关羽失去荆州,兵败备斩,刘备闻讯痛苦失声,同性棘手。 他对群臣说,吴备能有今日,权杖云长关羽之功,荆州即失,大势已去,吴将老生何为? 刘备悲伤了许多日子,立志一定要为关羽报仇血痕,他亲自率军讨伐东吴,亦在夺回荆州。 此时,张飞得知刘备要讨伐孙权,也激动不已,恨不能立即向东吴复仇,没想到就在出征前夕。 张飞突然被自己的不将犯强张达所杀。 据说,张飞多有无理取闹之举,引得不下杀心。 当刘备得知张飞被杀的噩耗时,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,一、非死已,随即准备如期出征,刘备对张飞之死的冷淡反应,让群臣们颇感意外。 或许,这正反映出刘备内心的真实想法吧。 对于刘备来说,张飞与关羽可谓奔重如山,桃园三兄弟,一言为定,数十年来,风玉同舟,换了一共。 但当两人相继死去时,刘备的反应却大不相同,关羽之死令他悲痛欲绝,而张飞之死,他反应冷淡,这似乎预示着他们手足之情,终究抵挡不住刘备内心的权势诱惑。 之所以刘备对关羽之死痛不欲生,荆州即时,尽可攻退可守的枢纽,一旦丧失,刘备大业,早已堪忧。 此时此刻,刘备内心只剩下巨大的政治失落感,而张飞性格不羁,难以掌控,刘备其实早有疏离之心,全部正直的张持有度,终究压倒了手足之情。 所以张飞一死,刘备轻描淡喜地说非死矣,并未表现出太多悲痛。 或许,此时此刻,刘备明白无需太过伤感,因为与张飞不同,关羽对她的价值还远未结束关羽之死,正为刘备夺回荆州,提供了绝佳借口。 仁义之师,岂能不为患难之臣报仇雪恨? 当然,刘备那番大义面青的反应,也让身边的谋士看清了她的为人,例如一直默默支持刘备的诸葛亮。 他判断刘备是典型的杀人竹心,任君也,诸葛亮,看在眼里。 刘备对张飞和关羽的态度变化莫测,平日里,刘备带二人恩众入山,称兄道弟。 然而一旦政治利益和手足情义发生冲突,刘备毫不犹豫选择前者,而关羽与张飞的死,也凸显出三兄弟彼此间的猜忌与隔阂。 刘备重用诸葛亮,张飞曾大怒入何必如无如此,可见心中不满。 而关羽与刘峰不目,亦是众所周知,一山容不下二虎,三人各有野心,又岂会永远和睦如初? 上场情义,下场全数,最后只胜利共同底这层纽带最难断绝。 然而,当一切尘埃落定,刘备辗转反侧,心中也并非毫无愧疚。 或许,当他回想起与张飞,关羽一同翻山越岭,时日年峰与铜舟兄弟情深的时候,他会为自己的辩解感到一丝遗憾。 当他在一陵之战中失败而归,目睹生死离散,江山一主之时,他也会悔恨自己太过图谋权势,而失去来之不易的兄弟之己。 可惜再多的悔恨与不甘,终究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,刘备在白地城架和西去,虽不能像诸葛兰般身后留下肝胆涂地,壮志未愁的遗言,但那句立跋山西气概誓中的豪言壮志也透露出,他心中一丝对就是兄弟知情的回望与留恋。 事实动明皆学问,人心难测以修行,历史与现实都在提醒后人,不要忘记初心,大义灭情虽可取,但真情实感才是立身之本。 刘备作为一个当世萧雄,其权谋与手段值得商榷,但他那种要振兴家业,要雄聚一方的雄心壮志,也令人共鸣。 刘备与关张过从胜利,但最终各自命运多舛,他们之间的故事仅是我们,要寄取血能与水的雏心,而不要被名利冲昏了头脑。 同时,我们也要明白,大丈夫当为国家大义二奋斗,不能被小我所困。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如梦一场,但那勇于报国,舍身忘死的大丈夫气概,至今依然激励后人不忘国家大义,铭记民族精神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介绍给朋友。 我们下集再见。